他离开很正常 可你不是和他 为什么告别啊 夏商问 我可没觉得有嫁给他的必要 我们相互利用而已 我不是也得到黄家会所副经理的职位了吗 黄月淡淡地笑 可是 夏商本不想问地明白 可是有了昨天的事 对人色这个人就好奇起来 好了 我去忙了 黄月不以为然 不过 我觉得还是应该小心一些 我觉得 他有什么计划 什么意思 夏商觉得 眼前的黄月让人看不透 没什么 只是我要告诉你一句 ST是个是非之地 我也是接触到了他才知道的 黄月迎上夏商的谋 昨天寒雪似乎打草惊蛇了 他并不是主谋 只是一颗棋子 这颗棋子没了 还会有其他的来替补 而且 评审的事也不是单一的 还有其他的计划 说完 他打开了门 走了出去 夏商觉得头一阵疼痛 用会议室的电话 给酒郎打了个电话 帮我倒杯咖啡来 谢谢 过了一会儿 韩雪端了咖啡走进来 看到桌子上的信封问 怎么了 黄月说 原死是听命于人 而且评审的事不是单独的 而是众多计划中的一环 夏商叹了口气 接过咖啡 什么状况 背水一战 韩雪惊讶过后 一阵鄙夷 夏商摇头 他说昨天 你打草惊蛇了 人色只是颗棋子 他走了 一样会有地补来 韩雪皱眉 不管来谁 只要做了 对ST不利的事情 都不行 夏商笑了 没错 以前做员工 做基层管理者的时候 出不上什么力 现在终于可以了 因为飞得高了 久了 一切都明白了 韩雪看向窗外 但也停不下来了 只是 下一个会是谁呢 会不会 他还有什么其他的举动 夏商突然想到 我们要不要汇报给 Alan或是白总呢 那 陆燕涛会被牵连吧 我不知道他是拒绝了 还是答应了的 韩雪有些担忧 要不 我再想想 夏商 有了一丝隐忧 夏商收回所有的心思 专心写着 费迪南伯爵的接待 宣传计划 这次不仅是一次接待 更是一场作秀 因为白莫涵已经告知伯爵的行程 入住时间 恰巧也是二十日 写了几个方案 终于有两个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了 夏商打印出来 正想给Alan拿过去看看 韩雪就走了进来 吃饭吧 饿死了 已经一点了 真是太晚了 夏商不好意思地笑了 把电脑放回工作间 和韩雪向食堂走去 韩雪故意抱怨 就算给人家吃了个早餐 也不能这样吧 再说 你不知道越是吃了早餐 中午饿得越早吗 不过 我觉得我写出来很不错的方案 能吃得更开心 夏商知道 韩雪是怕提起别的话题 故意这样说的 吃了饭 韩雪吃着橘子 西言说 接了好几个要电话的电话 看来很有效果呀 其实 这就是商机 我觉得你这招挺厉害的 先用鲜花扑路 然后紧接着 是洗衣熨烫的服务跟进 牛羊大婶 天天就会数钞票 数得合不拢嘴 我还没和杨简明说呢 对了 印刷的宣传单页 今天下午会送到 我怕我会和艾伦 讨论接待计划不在 就和他们说了找你 你仔细看看 印刷的质量就好了 钱在这里 说着 夏商递给韩雪一个信封 不是你自己出钱印的吧 韩雪皱眉 才几百块钱的事 光申请要费多少口舌 写多少份报告 算了 再说万一不成功 不是也没人抱怨吗 夏商也开始吃橘子 韩雪心有不甘 下次再麻烦也要按正规程序走 免得别人挑出毛病来 说闲话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夏商点了点头 你提醒的事 走吧 快回去吧 拿了接待计划 夏商直接来到了 艾伦的办公室 艾伦的秘书说 艾伦在人色那里 你等一下吧 过了十多分钟 艾伦回来了 面呈赤色 似乎发生了争吵 但是看到了夏商 他没有说什么 喝了口茶后说 方案做出来了 夏商递了过去 你看看还有什么欠缺的地方 艾伦认真地看了起来 脸色也恢复了正常 大约过了五分钟 艾伦展开熟悉的笑容 可以称得上完美 你再去给白总看看吧 好 夏商站了起来 走出艾伦的办公室 来不及多想 先去了白沫寒的办公室 来到白沫寒的办公室 他正看着窗外的竹子 这里的竹子依旧是郁郁葱葱 夏商想起了和堂月色外的竹子 正想着 白沫寒已经和他说话了 方案已经做出来了 是的 说着把方案递了上去 白沫寒并没有看 你来陈述一下吧 接待计划中 除了添置了狗窝 租借了树养设备 和预约了急诊大夫外 其他并无意外 我来讲解一下宣传计划吧 夏商说 白沫寒点头 并斟了杯茶给夏商 夏商接了过来 开始说 第一 伯爵入住前的造势 分两个阶段 一个是给住店的客人 说明服务犬的特殊性 消除客人的恐惧 和抵触心理 正好导盲犬小Q的热度还在 大家应该比较能接受的 二是通过媒体发出消息 ST要接待服务犬陪同的客人 不仅是一种尝试 也是为接待盲人 和导盲犬做的尝试 更是为争取奥运会 签约酒店做铺店 而且也为伯爵的 北京一行做铺店 伯爵在店期间 我们可以征求他的同意 在不打扰他的情况下 对他进行几天全程的拍摄 不仅给他留下珍贵的 影像资料 更是为中国的服务犬 培训部门制作出教材 在拍摄过程中 尽量请伯爵先生 到我们ST最精致的地方参观 这也是ST的宣传片 另外 以服务犬的视觉 写出入住日记 发布到网络上 全面造势 伯爵先生离店后 可以邀请其他服务犬进店 做几场说明会 这样可以给ST 树立投身工艺的良好形象 我认为做足这几项后 会给ST带上新的起点 白莫涵点头 又问了很多细节 最后问 计划不错 执行上要怎么落实 你的时间不多呀 我需要公关部的全力协助 夏商回答 我觉得 你的潜力 不只是做客务部的工作 你该去做营销的 白莫涵低头喝了茶 夏商倒是一愣 不过 看白莫涵没有继续 说下去的意思 就站了起来 白莫涵抬起头说 需要公关部协助的事情 我来和埃里克沟通 你回去 列出工作日程表 好的 夏商转身要离开 我刚才的提议 你好好想想 白莫涵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夏商停了脚步 我还需要再磨练 说完 踩着他的笑声 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白莫涵却笑了很久 还需要磨练的话 是他说的 不过那时 他确实需要磨练 就是现在 依旧需要 回到二十六层的工作间 夏商立即被寒雪 拉到了行政酒廊 他意外地看到了刘晓 怎么今天就过来了 啊 选题会改在明天开了 我只好今天过来了 因为你说 下午一般都是有空的 刘晓抓了抓头发 那好 我给花房的杨姐打个电话 稍等一下 夏商说完 走到吧台里面 给花房打了电话 说了几句 挂了电话 走出来对刘晓说 那我们过去吧 不过我没把昨天 你给我的书带来 没事 我带了 这是我的原因 刘晓说着 随夏商走进了电梯 电梯门一关 刘晓就说 你没死梯 果然是美女如云呢 夏商笑了笑 我昨天看了那本书 我能提点自己的看法吗 好啊 刘晓一边说 一边揉耳朵 这电梯也太快了 我都耳鸣了 夏商有些惊讶 没有吧 都在这里三年多了 也没有过这感觉呀 已经到了B1 刘晓喘了口气 真的有 夏商带她来到了花房 杨姐在门口 盛情接待了刘晓 在看到杨姐后 刘晓的眼神 尽显怪异 抓头发的次数更多了 我觉得这本书 最好能够做成 礼仪花束 和房间艺术插花两部分 或是干脆就做成两本 夏商一边说 一边指着旁边 一株艺术插花说 这种是放在客房内的 艺术插花 种类繁多 而且造型美观 另外 绿意深远 刘晓看到那株插花后 重重地点头 嗯 这个真的不错 好有意境啊 你们能不能 拍些片子给我 我明天报选题的时候 把这个建议说上 还有 这次的书籍 你打算起什么名字 夏商问 就是艺术插花 一百粒什么的吧 刘晓的眼睛 没有离开 杨姐做好的插花 夏商问 能不能做成 商务礼仪插花一百粒 和酒店插花艺术一百粒 这样能够突出我们ST 最好再配上杨姐的专访 杨姐笑得花枝乱颤 哎呀 这怎么好呢 我就配合一下就好了 夏商连忙说 要的 这样为办插花讲座打基础 真的吗 杨姐感到受了重视 神采奕奕 刘晓认真地看完杨姐 做的插花后说 我看行 杨姐的手艺和财情 真是不俗啊 杨姐兴奋的都要流泪了 像她这样子ST 属于从来不受重视的人 也能得到这样的机会 真是太难得了 想到这里 杨姐为以前对夏商的态度 感到懊悔 她充满感激地 看了一眼夏商 夏商正对刘晓说 如果你的选题方案 能定下来 我们是否要签个什么协议 当然当然 选题会议结束 我就给你打电话 刘晓也觉得挖到了宝 这些片子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呀 我一会儿就让公关部的人来拍 然后把样片发你的邮箱 夏商说 送走了刘晓 夏商又回到花房 拿出印好的宣传单 对杨姐说 杨姐 这些是宣传单和价目表 如果不忙的时候 让你手下的服务员 去附近的写字楼发一圈去 我昨天只给几个客户看了 就有不少订单的 还有电话我留的是这里 所以要有一个职守 另外 销售日报表要制作一份 我好按这个给您部门申请奖金和提成券 杨姐抓住夏商的手 行 这是好事 我们一定好好干 那就好 另外 您让发宣传的员工 把洗衣房的价目表也一块发了 要不分部门跑两趟 容易引起人家公司的反感 夏商说 行 没问题 老牛那里 我去和他说 以前的事啊 你别放心上 杨姐说 放心上 就不会这样做了 夏商笑得很甜 杨姐回身 拿了一盘鲜艳的插花 这个你带回去 是你们皇家会所服务台的 能保持三甜 而且味道淡雅 夏商一边道谢 一边接了过来 回到皇家会所 西岩一眼看到了插花 好漂亮啊 杨姐怎么这么伤心了 韩雪从行政酒廊里走出来 这是夏经理的乙德服员 夏商把插花塞到韩雪手里 去饭好 宋林刚才给你打了电话 有空你回个给她 韩雪捧着花走去 放置在了服务台上 夏商进到工作间 给宋林打了电话 宋林说 我看了白总给我的宣传计划 觉得有几处比较难操作 如果你有现成的资源 可以把联系方式给我 我来执行 如果没有 就需要你给我个范围 我好找 在你桌子上的电脑里 应该有供应商的通讯录 媒体通讯录 你打出来一份 我这就下去 和你确定范围 并且讨论一下具体的操作细节 夏商说 你现在先别过来了 餐饮部的装修马上就完了 我马上要去参加他们的会议 讨论宣传方案的 你等我的电话吧 宋林说 好 夏商答应了 继续去忙别的事情了 四点半的时候 宋林打了电话过来 过来吧 夏商说 好 和尚西言提交的培训计划 向电梯间走去 电梯很快就来 他走了上去 按了一层 关了门 电梯开始下行 到了二十四层 白莫涵 白莫涵走了进来 夏商一愣 对他笑了笑 电梯门关了 缓缓地下降 白莫涵和夏商对望了一眼 白莫涵说 怎么 担心有发生坠梯 有那么点 夏商 刚刚地笑了 电梯并没有出现故障 夏商觉得 两个人在电梯里干站着也不好 于是问 能问个问题吗